18题问的是有关于被子猪生殖构造的虚株核的正确 一个个看 胚猪就是磁胚子体吗 不是 画一下什么是胚猪 这是个胚猪 外面有猪背 里面可能有一个构造叫做胚囊 胚囊才是一恩 有七个细胞八个合的胚囊 好那谁是磁胚子体 只有胚囊而已 胚囊是磁胚子体 它是一恩的 那猪背不是 所以胚猪是不是就是磁胚子体呢 不是的 你只能说胚猪含有磁胚子体 但胚猪的猪背是胚子体的二恩结构 所以A是错的 不能画上等式 你只能说胚猪含有磁胚子体 胚囊 这样子 所以A错了 好 B选项呢 花粉管内的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是一恩的咯 因为它是小胚子分裂而来的 小胚子是一恩 生殖细胞也是一恩 当你要产生精细胞也是一恩的时候 一恩的细胞要产生一恩的细胞 不需要解筑分裂 叫有失分裂 高中就叫有失分裂 就是你们国中所讲的细胞分裂 以前国中所说的细胞分裂 在高中全部改名叫有失分裂了 原因等到你们高二的时候才会讲 因为那是高二的范围 分裂是高二的范围 所以B错了 错在不是解筑分裂 实际选项 成熟的雄 雌雄配子体 共有几个细胞核 我们一一看 雌配子体跟雄配子体 写一下 配子体 雌配子体 是不是七个细胞 八个核 而雄配子体呢 成熟都有三个细胞 三个核 哪三个细胞 一个管细胞 两个精细胞 所以会有一个管核 跟两个精核 共三个核 好了 这边是七个细胞 八个核 这边是三个细胞 三个核 核加起来共十一个核 八加三十一嘛 哦 所以C是答案 登登 成熟的雌配子体 加雄配子体 共总共有十一个细胞核 没错 然后诸选项 胚囊就是 雌配子体 就是DH所说的 雌配子体是一N的 胚囊也是一N的 一N 写好一点 一N 一N 这是诸选项 配子体 是一N的 胚囊是一N的 所以胚囊是磁配子体